中国在与美国争夺月球影响力的竞赛中获重大胜利 彭博社12月7日以此为题报道称 中国在与美国争夺太空影响力的竞赛中取得了外交上的胜利 埃及同意支持北京提出的一项探月计划 据报道 中国国家航天局6日与埃及航天局签署了合作文件 双方将就国际月球科研站项目展开合作 这个得到中方支持的月球激励预计将于2030年前后建成 中国国家航天局在上面中写道 中国与埃及在航天领域合作成果丰硕 原埃及卫星总装集成测试中心于6月完成验收 原埃及二号卫星在该中心完成总装和试验 并于12月4日成功发射 报道指出 中埃的最新协议正是在这一基础之上达成的 彭博社称 太空竞赛加剧了中美紧张关系 双方都在为未来几年将宇航员送上月球的计划 争取合作伙伴 在中埃达成此次合作协议前 美国已争取安格拉同意支持美方的阿尔特密斯协议 该协议是纳萨支持的一项计划 旨在建立太空和月球上的行为规范 截至目前已有32个国家签署了该协议 签署方包括日本和英国等美国传统盟友 也包括巴西和印度等金砖国家成员 此前 中俄两国签署合作建设国际月球科研站量解备忘录 此后也一直在寻求其他国家的参与 目前 该项目的合作伙伴还包括阿联酋 安格廷和巴西 值得一提的是 近日 一直为中美航天合作靠上枷锁的美国 正寻求获得美国国会对于申请研究中国月掌样本的批准 据科学杂志报道 当地时间11月29日的一封内部电子邮件显示 纳萨为让其资助的研究人员获准去申请研究 中国嫦娥5号于2020年采集的1.7公斤月掌样本 称其一项国会证明了意图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纳萨的这封电子邮件明确表示 此次开绿灯是一个例外情况 这项津贴专门适用于嫦娥5号任务样本 在纳萨所资助项目上 不可同中国开展双边活动的禁令仍然存在 2011年 美国国会通过禁止中美两国间太空合作的沃尔夫条款 这一条款由美国前国会议员弗兰克·沃尔夫奇草推动 以立法形式禁止将纳萨的资金 用于与中国或中国公司合作的航天项目 除非纳萨可以向国会证明 与中方接触和合作 不会造成导致技术数据或涉及国家安全或经济安全的其他信息 转移到中国或中国公司的风险 据中国新闻网时日报道 中国地质大学教授骁龙团队 与美国布朗大学夏威夷大学等科研人员合作 首次由实验室磁学测试得到嫦娥五号月壤的成熟度指标 发现嫦娥五号月壤是基金为止采集的最不成熟的月壤之一 论文第一作者香港大学博士后研究员钱玉琦介绍说 此次成果对比较嫦娥五号月壤和阿波罗月球号任务月壤的空间风化程度 进而研究太阳风等与月球表面的相互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据南华早报报道 嫦娥六号已计划于2024年前后实施发射 这将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从月球背面采集月长样本 目前尚不清楚纳萨是否会针对嫦娥六号采集任务 而做出更进一步的立法决定 不过尼尔希望嫦娥五号样本上的合作是一个开始 Nations同urity 何时收拾过 IRA 我先进去 海拔的人 现在急锁